都说老婆偷人,老公一定是最后知道的一个,30岁生日那天,我知道妻子美英出轨,当时小区里已经人尽皆知,我没有冲动,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调查她的活动规律,在家里装上监视器,向单位请了假,又告诉美英我要出差,她不会放过这个偷情的好机会,第二天中午,肩夫就出现了。 竟然是个二十多岁的非洲黑人,身材高大,呵呵,难道结了婚的女人,就会喜欢这样的强壮男人了吗?还找了个黑人,她怎么不怕被玩死,他们脱衣服可真快,我打开画面看时,他们就已经脱光了。 美英是江南人,身材娇小,长了一身的好皮肉,漂亮的脸蛋,在黑人的身下显得有些扭曲,我一直认为美英是个好妻子,尤其是每天早晨都坚持为我做早餐。 我相信她是能好好过日子的那种女人,但现在她正和一个黑人偷情,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勾搭上的,但我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 浑身的血一下子全涌上了头,想拿把刀冲进去,把他们砍了,但我得忍住,我不能因为冲动坏事,两个人很默契,始终没说话,屋里只有美英纳斯尔的叫声和黑人丑陋的背影。 我就那么看着,那个女人仿佛不是自己的妻子,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妻子的表情堕落,而又不堪入目,她的背叛是彻底的,从肉体到心灵,我掏出钥匙走到家门口,打开房门的瞬间犹豫了一下,我知道这一位我的家庭结束,我觉得自己即将崩溃,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心隐隐作痛。 但我还是打开了,轻轻地走进去,他们很投入,没有发现推开卧室门走进来的我,老婆背向我,也正好挡住了身下黑人的视线,她的皮肤很黑,越发显得美英皮肤白的刺眼。 我清楚地看到那最难看的画面,一时间竟有些眩晕,我靠在门框上,深吸了口气,然后笑起来,我看到美英回过头来时的惊恐表情,她惊叫着,从黑人身上滚下来,蜷缩在床边。 她赤裸的身体,原本只属于我的身体,就像把刀刺着我的心,在过去,是那个黑人慌乱的眼神,她飞快地扯过被子,遮住自己。 她看着我手里的刀子,吓得跪在地上,出乎意料,这个黑人的汉语竟然说得很流利,哥,对不起,哥,你别冲动。 我还在笑着,我笑是因为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这一切。 但我笑着笑着就想哭,我不能让他们看出我的脆弱,我强撑着笑对她说,不用紧张,没关系,这个女人现在闺女了。 美英的表情由惊恐变成惊讶,又由惊讶变成绝望,她疯了一样扑过来,一下抱住我的腿,哭着叫,对不起,对不起,老公是我不好,你打我吧。 我爱你,你原谅我这次,我想她应该不是在演戏,因为她已经泪流满面,我有些厌恶地想抬腿踹开她,但腿被抱得紧紧地抬不动,我轻轻地对她说,别这样,先穿好衣服。 那个黑人跑了,跑的时候甚至没有回头看美英一眼,我对现美英仰起了巴掌,看着她泪流满面的样子,但我又放下了,我觉得这样很没意思。 整晚美英都跪在我面前哭,那个黑人以前是她闺蜜的情人,后来转赠给她,半年前我不在家,她闺蜜送美英回到家,把那个黑人留下了,两人上床了。 在我和美英的床上,从那次起,美英沉迷于偷情的快感,后来我每次出差,他们都会游会,现在想想,女人真是天生的演员,尤其是偷情的女人,这几年,我为了多赚钱。 经常出差,也许是我忽略了,美英是个漂亮的女人,而且看起来很娇弱,很容易让男人惦记,美英坚决不肯离婚,我说我不想起诉离婚,不想让她身败名裂,最后她流泪在协议上签了字。 离婚后,我坐在空荡荡的客厅,这里曾经是我幸福的家,现在房子还在,但家却没了,我的婚姻完了。 最回祸首除了那个黑人,还有一个女人,她叫崔盈,是个刚结婚不久的少妇,就是她把自己的黑人床扮,转赠给了美英,想要报复这个女人很简单,我花了五万块,找了个健身教练。 让她在网上勾打崔盈,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她约到了酒店偷情,三天后的晚上,我来到谢尔顿酒店,推开虚掩着门的1807房间,把装着现金的皮包给了门后的健身教练,她打开包看了一眼,数都没数,就直接离开了。 我走进套房,看着床上的那个女人,翠莹双手双脚,都被绳子捆在床腿上,戴着眼罩,身材修长,裹着一双黑色丝袜,裙子不长,裙摆已经掀到腰部了。 性感,但我却觉得恶心,这个女人极尽风骚地媚笑道,亲爱的,快点嘛,人家等不及了。 我坐在床边,用手指在她身上滑着,使劲地拍了拍她的脸,翠莹似乎狠吃这一套,身体不由自主地扭动,伸着舌头,想要含住我的手,却被我捏着她的脸不能动弹,我扇了她两个巴掌,扒下她的丝袜,塞进她的嘴里,我的声音有些沙哑,不要着急,时间还很早,我们慢慢玩。 她似乎觉察到了不对,想要挣脱我,但四肢都被捆得死死的,只能发出无力的呜呜声,我把手机调成录像状态,放在桌上的最佳位置,对准了床上,然后转身出门,来到隔壁1809房间敲了敲门。 一个捧头垢面的人,给我开了门,他的手上还抓着一只鸡腿,嘴上都油腻腻的,这人是我从大街上拉来的乞丐。 我知道,要羞辱崔莹,找个健身教练和她上床,是绝对伤害不了她的,想要让她陷入痛苦,没有比乞丐更合适的人选了。 而对乞丐来说,她没有拒绝的理由,我只叮嘱这个乞丐一件事,什么话都不要说,只管干就行。 她明白了我的意思,跟着我,来到1807房间,崔莹毁了我的婚姻,我要让她付出应有的代价,给她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 而乞丐看到床上诱人的崔莹,简直快要流出了口水,崔莹早已发现不对了,但她的嘴被塞住,叫不出声,手脚被绑着,像一个大字,只能在床上拼命地挣扎。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没有耽搁,来到桌子边,举着正在录像的手机,示意一下乞丐,可以开始了,乞丐像疯了一样,扑到崔莹的身上乱啃。 崔莹在死命地挣扎,不停地甩着头,嗡嗡直叫,然而她越挣扎,乞丐就越发地兴奋,崔莹的嘴被塞住了,只能从喉间憋出万分难受的声音,听得出来,她很不情愿。 我录了一会,拿着崔莹的手机连接准备好的电脑,把她手机里的资料全部拷贝,原本我只想报复她这一次,但是当我看到她手机里的照片视频和聊天记录后,我改变了注意,乞丐爽完走后,我关上门,给崔莹解开了手脚上的绳子。 顿时,崔莹就疯了似的,摘掉了眼罩,拿下了嘴里的丝袜,此刻的崔莹妆都给枯花了,原本漂亮的容颜,现在变得要多凄惨,有多凄惨,她用她充满怨恨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显然,她已经明白了一切,崔莹她不顾一切,跟疯子一样。 从床上冲了下来,杨奇手就朝我扇了过来。 赵朗,你个畜生,你就是个变态,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 我随意地一抬手,抓住了她扇过来的那只手,然后我淡默地盯着她,不客气地说道,崔莹,你毁了我的婚姻,我告诉你,这事还没完。 说完,我捏着她的手用力一甩,一下就把她给甩开了,我对她并没有任何的愧疚,崔莹狠毒地盯着我问道,刚才的是谁,你告诉我,刚才是谁趴在我身上? 我也没隐瞒,直接轻飘飘地回道,我也不认识随便在街上找的乞丐。 听到这,崔莹瞬间爆炸了,她都要彻底疯狂了,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了,她的手指甲都快掐进了自己的肉里,她不停地大叫。 大吼,吼得太用力,太凄惨,都快让她自己昏厥过去了,崔莹怨毒的眼睛看着我,她恶狠狠地看着我说道, 赵浪,我告诉你,你死定了,你竟然敢这样对我,我绝对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 我拿出我的手机,刚才的事情我已经全部录下来了,而且你手机里那么多和男人乱搞的照片和视频,你觉得如果放到网上,会不会让你成网红? 崔莹听到了声音,立刻转过头看了过来,如果你那个土豪老公知道自己的妻子被无数男人玩烂了,还组织了个所谓的偷情俱乐部,会是什么表情呢? 我看着崔莹淡淡地说着,听到了我的这些话,崔莹的瞳孔猛然一缩,毕竟如果仅仅是被乞丐强奸,她并没有什么错。 但如果是手机里的消息被发到网上,被大家知道她被上百个男人玩过,还组织了个偷情俱乐部,拉良家妇女下水,甚至创造各种机会,让那些男人和人欺上床,那她一定会乱打街。 那么一切就真的全都翻转过来了,崔莹瞬间就会失去她全部的东西,她的富豪老公会立刻赶这个女人净身出户,崔莹当然也是明白这些事情的。 她这个时候终于软了下来,手上拿着的衣服一下子掉在了地上,光着身子的她直接双腿一软跪倒在了地上,一双大眼睛泪眼朦胧地看着我,哽咽地说道,你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我看着崔莹说道,不可能,你必须要付出代价。 我直接就甩开了崔莹,转身离开了房间,初秋的天气还有几分凉意。 天也黑得早了,十点左右,街上就没几辆车了,抱了心头之恨,我一点都不冷,反倒是涌上一股暖流,让她崔莹惹我,我就让全世界的人都看看她的真面目。 发动车子 行驶在回家的那条道上,感觉路况都比以往的要好得多,正在等红灯的间隙,余光无意间瞥了一眼后视镜,一辆面包车紧跟在车后,空隙比以往的都要小,不禁引起了我的注意。 侧头向后多看了一眼,起初我还没把这当一回事,可当这辆车跟在屁股后面直追了两条街的时候,我才发觉了事情的严重性。 这辆车好像是在明目张胆地跟踪我,本来要回家的我顿时在脑海里勾画出另一条路线,一达方向盘,扭头变上了略显拥挤的四环,那辆面包车一见我掉头。 也急得不行,压着线就奋起直追,我瞅着哪里车多就往哪里钻,穿梭在零零散散的车流之中,试图将那辆车甩掉,可它就像张狗皮膏药一样,一直保持着一百米的距离,穷追不舍。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车风拥而至,恰巧前面遇到一个一分多钟的红灯,从左右两条干道上涌入的车闸间,便把这条主路堵成了一条长笼,我紧张地盯着后视镜,因为车流的拥堵,那辆面包车已经被堵在了几百米开外,黄灯已经开始闪烁了,我冒着风险跟在了最后一辆车后面,飞速窜了出去。 在红灯亮起的前一秒,抵达了另一条岛,再回头望了一眼后视镜,那辆面包车果然被挡在了红灯处,只得乖乖等着,我长嘘了一口气,缓缓驶上回家的路,等眼前的出现熟悉的小区大门后,高悬着的心裁闲闲放下,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路上耽搁了不少时间,最后是在十二点才回到那边。 我最近惹过的人,除了崔盈,也别无他人,那些人十有八九,是他找来报复我的,真是一刻都等不及啊,这次没得手,下一次也不会过得太久,看来这几天得谨慎行事了。 正在这么想着的时候,我从兜里掏出钥匙,刚刚把钥匙钻进孔里的刹那,一阵剧痛从墨地从脖子传来,我的脑袋空白了一瞬,随后正愣地回头一望,就看见一张凶神恶煞的脸,接着身体便脱了力地向下坠去,脑袋磕在了冰冷的地面上, 鸣枪一朵,暗箭难防啊,这群小人竟然还埋伏在我家门口。 崔盈真是下了死手,今天非要把我制服不可,恨恨地想着,我的意识渐渐消失在一片虚影之中, 我是被铺天盖地的良意突然惊醒的,疲惫地掀开眼皮,在一条缝隙中打亮着四周。 周身全是一片摸不到实处的黑,只有顶下坠着一颗白赤灯,微弱地照亮了一方空间。 像是在地窖一类潮湿阴暗的地方,而最直接的触感就是横在手脚上的麻绳, 我试着挣脱,却耐不住绳子实在是记得太紧了,终于醒了。 一个嘲讽计较的声音由远极近地传来,这声音我不要太熟悉, 就见从黑暗之中缓缓走来一个女人,她身上还穿着那件黑色丝袜, 瞪着一双恨天高,我抬眼眠,斜了她一眼,了然道,这仇你是非得抱啊。 尽管现在落在她手上心里很慌,面子上还要硬撑着应有的体面, 毕竟在这个时候谁先耸谁就输了。 翠英抬脚就踩在我的腿上,咬牙切齿道, 你拍了我那么多照片和视频,你以为再能放你潇洒多久? 接着,她向前挥一挥手,身后顿时冲出两个大汗,给我打。 话音一落下,雨点般的拳脚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其中还时不时混杂着高跟鞋的碰撞, 一切言语都被从四面八方袭来的疼痛堵住了, 我只感觉疼痛麻痹了我的无感,整个身体都不是自己一样了, 眼前的场景不断旋转着,连睁眼都是一件费力的事, 随后,一个冰凉的手机就朝着我的面门砸了过来。 幸好我眼疾手快地拼过头躲过去了, 要不然现在开瓢的就是我的脑袋了, 我的手机砰的一声被它甩在了一旁的水泥地面上, 把手机里的辈分删掉。 我扯出一个讽刺的笑, 却牵得唇角一痛, 不给我解开怎么删? 一边不动声色地打亮着周身的环境, 一边试着挣脱绳子的束缚, 崔颖好像发觉了我的不老实, 轻斥一声, 使了个眼色, 两个壮汉灯是一左一右地按住我的肩膀, 还想耍花招。 我告诉你, 进了我这里的人就没有一个能活着出去的。 听他这番话, 我心下已经迎头对上他凶狠的目光, 难道他还杀过人, 以前只听说他乱搞男女关系, 还开过一个什么偷情俱乐部, 对于杀人这个敏感的字眼倒是没怎么听说过, 你敢杀人, 就不怕警察找上门。 杀人越货这种事情, 你老公可没这个实力替你摆平。 我一连串的逼问道, 尽量拖延着时间, 崔莹也被我这番话击到了, 挑着眉不屑的扬声反驳道, 区区杀一个人而已, 尸体未给狗, 连个证据都找不到, 我看他警察怎么查。 盯着他那张妖眼美艳的脸, 我却感觉到一阵遍体声寒, 只得扯着嘴唇, 皮笑肉不笑道, 好一个法外狂徒。 崔莹得意地笑了, 抬抬手道, 把手机拿给他, 晾他也不敢报警。 闻言, 其中一个保镖, 捡起扔在地上脏兮兮的手机, 周身染上了一圈黑乎乎的油状液体, 顺势放开了, 禁锢着我的手, 在一旁覆手而立, 看起来威严十足, 我没心思理会他们, 一把抓过手机就开了机, 崔莹不耐地扔下一句话, 催促道, 看着他把照片删掉, 小心有辈分。 还莫等我哗啦两下屏幕, 两张严肃的脸就对了过来, 仔仔细细地监督着我的动作, 在四只眼睛的注视下。 我也不能干什么别的事, 拖了一阵子后, 崔莹开始不耐烦了, 怒吼道, 你善是不善。 见她耐心有限, 我跟她迂回道, 忘记存在哪个软件里了。 崔莹一皱眉, 发觉了我的异常, 你是不是拖延时间, 等着谁来救你啊? 我的神经顿时紧绷起来, 打着哈哈道, 你在说什么呀? 谁能来冒这个险救我? 她立刻警惕起来, 是一个字都不想听我继续讲下去了, 再拖一分钟砍一根手指。 她的话音一落, 两个壮汉一下, 从腰间抽出来两柄长刀。 锋利的刀刃在光线下, 还隐隐泛着白光, 真到十枪都用上了, 我盯着那柄砍刀, 不由自主地吞了吞口水, 删呗, 动什么刀啊? 在几双灼灼目光的注视下, 我硬着头皮点进了相册, 把面上的一堆视频, 删了个干净, 随后又点进网盘里, 把自动备份的那些视频和图片删掉。 这时候, 崔莹突然想到了什么, 一拍脑门, 目自欲裂地说道, 你是不是还拿电脑备份了我手机的记录来着? 对了, 还有这茶, 可现在电脑不在身边, 要想让我不散播出去, 就只能试。 一个后果在脑海里浮现出来, 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就见崔莹的眼神一下子冰冷起来, 看着我好像在看一具尸体, 谁让你手剑把东西传到电脑里了呢? 她的声音飘渺的像是从天际传来, 那就灭口吧。 我的心脏末地坠入谷底, 一阵凉意从心底生腾起来, 眼看着崔莹就要转身离开, 我刚要开口, 就看见她突然转过头, 补充了一句, 杀之前把她的手指一根根剁掉。 我要让她下辈子也不敢手剑, 这声音透着刺骨的冰冷, 钻入耳膜中, 显得格外无情。 两个壮汉明显是有经验的, 一个磨了磨刀, 另一个压住我的一只手放在地上, 强制我张开手掌。 我死死地盯着那个离去的身影, 一句话就要脱口而出, 鹅间都因为紧张而沁出了几滴冷汗, 硕大的汗珠顺着鹅脚流下, 滴在手指尖上, 从手指传来的冰凉触感, 好像已经能预知到被砍下来的感觉了, 那柄刀就高高悬在我的手指上方, 随时随地就能砍下来, 我分神又瞥了一眼正要走出门的催影, 心脏跳的时速不断飙升, 能从胸膛里蹦出来似的, 快啊, 就在刀落下的一瞬间, 与此同时, 从出口处传来轰的一声巨响, 巨大的光束随之泄了进来, 照亮了大半间地窖。 警察都举起手来, 这句话救命稻草一样, 揪住了我摇摇欲坠的心脏, 直到视野里出现一群身着警服的人时, 我才沉沉地深吸了一口气, 浑身脱力地倒在地上, 肢体是疲惫且痛苦的, 心情却是前所未有的轻松, 他们终于赶到了, 整件事情终于被串了起来, 警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神勇英明, 仅仅几个小时就能找到我的坐标, 并能及时赶到, 这一切都是我和警察一起设的局, 早在准备报复崔盈的时候, 就提前托一个在警察局的朋友查了查崔盈的背景。 结果这一查可不得了, 不仅查出他的户口有问题, 还疑似和好几宗嫖娼案子有关系, 当时一下没抓到他的把柄, 就搁置下来了, 线索来的就是这么突然, 于是我和朋友一拍集合, 设了一个大局, 决定以我为诱饵, 找到崔盈的老巢, 我那样羞辱他, 他一定会报复, 最稳妥的做法就是拉到老巢里解决, 警方在顺藤摸瓜的一锅端调, 其实早都料到了会有这一遭, 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在那辆行踪诡异的面包车出现之后, 我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及时给警察朋友通了气。 同步分享着手机的定位, 那场突然的堵车, 也是警方受一下的加塞, 为我争取了逃脱的时间, 至于家门口的埋伏, 属实是我防不胜防了, 警方也没预料到, 他们会直接蹲守在家门口, 伺机出手, 露了这个细节, 在观察到定位的迅速变化后, 他们才后知后觉地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马不停蹄地派出了警力, 全速追踪着手机的位置, 可是崔盈找的这个地方太过隐蔽了, 在一家商场的地下五层, 考虑到身处闹市的巨大人流量, 为了不打草惊蛇, 警方谨慎地勘探了一番, 才找到了这一片地窖, 来得正是时候, 再晚一秒, 我的手指就要分家了, 我被第一时间送到了医院, 包扎了身上那些数不清的皮外伤, 因为这次涉嫌是为了给警察局做诱饵, 并且由于我的及时报信, 顺利抓捕了崔盈的老巢, 警察局在医院给我安排的配置都是顶配, 一天天地住在VIP单人套房里养伤, 闲下来就看看风景, 磕磕瓜子, 兜兜小护士, 惬意地像是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 至于崔盈案子的后续, 朋友没再提过, 最终我坐不住了, 给警察朋友打了一通电话, 隔了好久才接通了, 老杨, 案子怎么样了啊?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疲惫中, 隐隐有几次雀跃的声音, 好小子, 你可算是立了大功了, 根据老杨的描述, 我才真切地了解到了这个女人, 崔盈打小就被父母一气, 兜兜转转, 被转手卖给了一个拿身体换钱的婊子, 她自然也被养成了一个人尽可夫的婊子, 从还未成年起, 就被继母逼迫着接客, 挣来的钱却不肯在她身上花多少, 所以崔盈一长大就想尽办法攀附权贵, 想脱离继母的控制, 几番介绍之下, 就攀上了现在的老公, 一个有钱的二婚男人, 这个土豪也不是什么正路子发的财, 恰巧是靠买卖妇女和嫖娼发家, 一直坐到了现在的位子, 在这一点上, 这俩人算是臭味相投了, 而崔盈在发达的第一时间, 就是杀了自己的继母, 正如她所说的那样, 她割掉了继母的嘴唇和部分器官, 亲眼让她看着自己被分尸, 可以这么说, 她的继母是被吓死的, 分成的无数个尸块, 她全拿去为了那条看家护院十几年的狼狗, 吸烟会上瘾, 杀人也是, 自从她开了杀戒之后, 第二次第三次也就顺手了, 他们家渐渐渗透到了黑道方面, 手上自然不甘不敬的, 渐渐的, 杀人在他们眼里, 已经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听完老杨的这一番话, 我心下哑然, 他被判了吗? 电话那头讽刺地笑了一声, 这还用说, 必死无疑了。 我出院之后, 特意还去看守所探视了他一次, 正是他被刑刑的前几日, 有了老杨的关系, 我轻而易举地进去了, 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月, 一墙之隔的那个女人, 就憔悴了三十岁, 脸上勾壑纵深, 尽显老太, 有种老人望尽红尘的意味, 哪能见到之前那副 意气风发嘲弄人的神情? 他淡淡地瞥了我一眼, 似乎没有想开口说话的意思。 我坐在椅子上, 不禁觉得事事沧桑, 判决下来了吧。 他冷冷地扯了扯唇角, 眼神四处飘着, 你何必明知故问? 说完, 他又紧着接了一句, 如果你是来冷嘲热讽的, 就可以走了。 崔莹不耐烦地催促着, 大有现在就回去的冲动, 琢磨了半会儿, 我换了个话题, 后悔吗? 崔莹翻了个白眼, 淡淡道, 我要后悔的事情可多了去了, 你说哪件? 瞧着他那副没心没肺的模样, 我攥起了拳头, 几乎是从牙关里蹦出来一句话, 破坏了我的家庭。 追本溯源, 我和他的恩怨还是源自美英, 要不是他从中作梗, 我和美英的家庭不会破裂。 他好像在努力回想着这件事, 半晌后, 竟然轻描淡写道, 忘了。 我忍住砸掉玻璃, 闯进去打他的冲动, 狠狠地扣了扣掌心, 你把那个黑人送给了美英。 提到这和名字, 他才把一切联系起来了, 恍然大悟道, 哦, 是他自己管不住, 跟我有何干系? 说完, 他的面孔扭曲地笑了起来, 肌肉挤出诡异的苹果肌形状, 他的精神出了问题, 看着在玻璃那头发疯笑起来的崔颖。 我心中的怒火突然就平息了, 困扰我那么多天的问题, 终于找到了答案, 崔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我也算是替自己报了仇, 至于他的那句话, 说的并不是全无道理, 我跟美英那段婚姻的破碎, 崔颖只是导火索, 究其原因, 还是美英自身的问题, 不管有没有崔颖, 他都迟早会出轨, 走出看守所, 和煦的阳光照射, 在身上暖洋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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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